大家好,我们这园艺工人开始种花了 我正好借机会可以看一下 在这种干燥型的花园里边 澳洲本土植物都可以种哪些 你看这个是Lily Peely 它新出来的叶子总是彩色的 属于葡萄 我后院也种了一些 它这个顶上的叶子有的是绿的 有的是浅粉色的 也有的是深粉色的 也有红色的 效果还各不相同 这是澳洲本地的柠檬草 它有点柠檬香气 土著人爱拿它治感冒 这个是澳洲本地的一种豆科植物 它开那个小花 就是有点像鸡蛋炒香肠 所以也有人管它叫 egg and bacon 这个是acacia的一种 就是金和欢的一种 我们这院子里边 现在已经有几种金和欢 很高兴又看到一种新的 这个应该已经很眼熟了吧 这就是我们那个 Aimilo Grevilia 银化的一种 这个我已经种了有些 这个草啊 叫cangalugras 它一般呢 是贴着地面长 这草是蓝色的 看得那花头还可以吃 这个Grevilia叫silvia 挺好看的吧 粉红色的 粉嫩粉嫩的 也是特别喜欢阳光 和那个Aimilo站在一块儿 还挺搭配的 一个嫩粉 一个蜜桃红 这个又是金和欢的一种了 你看这是它那个小叶子 等长大了以后 它就变成那种单叶 就不是这样的小 对生的叶子了 它开的花是黄色的 这个也是Grevilia的一种 我刚才还想 会不会是那个百里香啊 或者可以炒菜用 看来还不是 这里有一些花草啊 它长得太香了 根本就分不出来 你看这个就是 粉红色的lily pili 这个又是棕红色的 其实lily pili啊 它开出来的花 是带毛毛的 挺好看的 可以用来做树墙 这个大叶不是啊 这个叫notched bush pea 也是一种 它也是豆柯 你看这叶子像断了一样 这是另外一种Grevilia 这个也是Grevilia 你看它的品种有多多 好像这也是蜜桃红的 非常好看 开了花以后 这个是hairpin Dunxia 发卡 这个是袋书爪 颜色应该是橘红色的 我之前养过 没养活 看看这次运气如何 我想起来了 这几个大叶子的 是无花果 园医师的小儿子 才一岁不到 名字就叫无花果 这个是paper daisy 澳洲的本地的纸片局 这还是那个notched bush pea 豆柯的一种 下面又是Grevilia的一种了 应该是红色的那种 你看这叶子和前面的完全不一样 我根本就不可能认出来 它们都是同一类 这个草叫po啊 这个能长得高一点 看着好像有点像是灯芯草似的 听说能长快一米 这个叫copper top 你看在它的顶上啊 是像铜一样的颜色 叫copper top 它这个能接出来小果 花是小续花 很小很小的 这接出来的小果啊 我才刚发现它能吃 其实我这个有这么一棵在后院 但是我没吃 我明年一定要尝尝 听说还是挺好吃的 有点看着像蓝莓的样子 这个都是这种copper什么什么的这种植物 你看这个叫hackia 这个也是开一种小花 和这个banksia什么 它们这种蜘蛛花的这种类型都差不多 然后这个叫bien's blush 也是一种Grevilia 开出来应该是百里头粉 你看这和刚才那个copper top 应该长差不多 但是叶子形状不太一样 这个叫median berry 这个又是banksia的一种 名字叫记不住了 这是那天我在做实验 让它们让我来种 这是我栽上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banksia 反正都是banksia 大刷子那种 这个我也想以为 我也以为是rosemary 这个还想也能吃呢 结果呢 一看又是banksia 这玩意识 不能随便到外边看着什么好吃 就拿过来尝一尝 麻烦了 容易出问题 你看这个叫copper glow 刚才那个叫copper top 顶上 这个呢是整个的杆子是铜色的 所以叫copper glow 这一种叫myrtle lemon myrtle 这是myrtle的一个品种 这个叫香桃木 你看这个香呢 它发出来的香是柠檬的 这个是cinnabon 像cinnabon myrtle 它的每一种啊 发出来香味不一样 cinnabon就是那个桂皮的那个味 这种叫mont white myrtle 这个还是一个新发现的品种 在昆士兰那儿有一个山 就这山上有 这个叫cotton bush 说这开出来的小花是白的 像棉窝一样棉絮状的 所以它叫cotton bush 这又是一种新的acacia 就是金和花的另外一种 你看那小叶子软软的 它是金和花的特点 这叶子有长有短 这就是比较短的一种 这是另外一种爬山的 这是什么东西的 我也不记得了 好像也是屁的一种 你看这又是lily pili 这又发紫的这种粉红色 你看这个又是深色的棕色的 这些将来长大了以后 直接把它剪成某种造型 就可以当成一堵墙来用 这又是另外一种 叫rose opo 也是澳洲本地花 红千层的一种 这又是一个金和花 你看这其实我原来种的 我原来这个 它长出两根来很高 就这园艺丝来了 就把其中的一颗砍掉 砍掉以后 它马上这一造型 就变得非常好看 看来是不能舍不得砍 这植物该剪就是得剪 该剃头就得剃头 心中的话都差不多在这里了 再见 感谢 感谢观看